这硬人啊更是每天昏昏噩噩 干出了不少混蛋糊涂事 对自己身边的侍从啊 乃至兄弟大臣们 说打就打 说骂就骂 有一次啊 甚至一脚就把这四阿哥印针 给踹得晕死了过去 直接从台阶子上栽了下来 哎走进古迹讲故事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有好朋友给我留言说呀 讲夺敌讲夺敌 你倒是夺呀 这个敌什么时候夺呀 我呀在这跟您掰扯石粒啊 咱们这书啊 要是不把这太子应仁说的圈禁了 那其他皇子他夺个屁呀 这中国人有句老话 叫天帝君亲师 这几样啊 那都是不可忤逆的 这天帝就不说了 君呢要排在亲的前头 这亲是谁呀 这亲呢 那自然就是娘老子的意思 所以这皇帝啊 得排在娘老子以前 皇太子啊 他是储君 储君也是君 那其他阿哥呢 其他阿哥是臣 所以这太子在位呢 所有的阿哥呀 都得尊臣道 太子在位 他们还敢琢磨夺敌 想想啊 那都是死罪 康熙年的废太子风波 无论从哪方面看啊 这太子应仁 都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他是康熙皇帝 从后金满族的传统家法 转变为中原汉族 正硕宗法过程当中的牺牲品 这脚本谁写的呀 真绕脖子 说白了 他就是康熙皇帝改革失败的产物 读这段历史啊 不难看出 太子最终被废 各方面的原因都有 康熙十四年策立太子的时候 朝中的大臣啊 就有支持 有反对的 在支持的阵营当中 声音最高者 就是康熙初年的全臣 索额图 索额图支持应仁 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因为呀 他是这太子应仁的至亲 傻得喝的电视剧 康熙王朝里边是这么说的 索额图就跟旁人说 我是这太子的亲叔老爷 其实这是个什么辈儿呢 这索额图是太子外祖父的亲弟弟 要不然说这破电视剧 他得喝的呢 在北方 凡是把外祖父称呼为老爷的地区 就压根没有这么一个称谓 如果换成平民百姓的称呼啊 这太子就应该称呼 索额图为三老爷 因为这索额图啊 在家排行老三 这样称呼啊 就足能体现出 这索额图和太子的关系了 一听就知道这索额图呢 是太子老爷的亲兄弟 对而言之的呢 那就是旧老爷这个称呼 就是妈妈的舅舅啊 是外戚的外戚 这个词是真有的 你像那武林外传里 那经典的艳晓六十台词 照顾好我气旧老爷 说多了啊 咱们拐回来继续聊这个索额图 康熙皇帝心里 是比较怜爱印人的 因为他觉得 这个孩子很可怜 是个没娘的孩子 所以皇帝就有意 让皇后的娘家人 多照顾 多辅佐太子 老皇帝的初心呢 肯定是好的 这索额图是朝中的权臣呢 这样就给太子 找了一座坚实的靠山 这索额图呢 为了维护家族的权益 和自己在朝中的势力 也是紧紧的把太子 攥在了手里 那么随之这问题也来了 随着这太子和索额图的关系 越走越近 难免就结成了党羽 结党之后啊 自然就是营私 太子党的领袖索额图 也借此机会 拉拢了很多自己的亲之近派 在这件事情上啊 康熙皇帝是有责任的 其实啊 康熙皇帝给太子 找的这座靠山啊 并不坚实 索额图啊 无非就是个权臣 他手中的权力啊 都是投机来的 首先说呢 他是皇上家的外戚 其次啊 他只不过就是一个权臣 这满洲重臣啊 讲究的是 门帝 功勋 出身 这方面啊 包括这个索额图在内的 赫舍里家族啊 是全没有 太子呢 和索额图走的这么近呢 反而得不到啊 这满洲政治核心里 功勋大臣的支持 这样做的结果呀 无非就是给太子找了一座靠山的同时 也在前面啊 立了无数堵墙 这也从一方面反映出了太子倒台以后 为什么很多大臣都支持没有任何外戚背景的八个印刺的原因 印刺的妈妈 内务府 新者库出身 这出身呢 低的不能再低了 一旦要是他当了皇帝啊 绝对不可能重用外戚 还得是重用这帮满洲功臣 除了结党以外 康熙皇帝还认为 这太子的生活过于奢靡 在一废太子的诏书中啊 就提到过 朕继位以来诸事节俭 身欲必入足用不忘 因仍所用一切远过于朕 说这话呀 可是没冤枉太子 太子的寝宫 玉庆宫当中的陈设 确实很是奢华 并且呢 这太子啊 还有一个臭毛病 就是节流贡品 外翻的朝贡 太子都是捡好的先挑 有一次 蒙古的亲王送来一群好马 皇上还没看见呢 太子就先选了一匹最好的 究其根源呀 太子这臭毛病 还是罢不惯的 皇帝呢 明知道太子在生活上啊 欠节俭 就这样啊 还把太子的亲信 灵谱 安排到内务府 这就给太子花钱制造了机会 只要太子一需要用钱 哎 那边领谱就放行 立刻给提款 他这领谱是怎么个亲信啊 这领谱啊 是太子的乳工 也就是太子奶妈子的丈夫 并且呢 这康熙皇帝还发现啊 这太子在生活上也不够简点 有人举报太子 有留外父在宫中过夜的现象 这个说出来可就太难听了 这能进宫的外父是什么人呢 那明显呢 是王公大臣的福进呗 这玩意儿说白了 那就是太子这双骰呀 他有点破 要说这些生活上的琐事啊 皇上还能忍 让皇上真正记仇的事啊 那得说是从康熙二十九年说起 康熙二十九年的七月 圣祖皇帝决定亲征嘎尔丹 就在这乌兰布统之战的前夕 皇上把大营驻扎在了 鲁夫尔尖家魂嘎山 谁想就在这大战的前夕 康熙皇帝病倒了 病的呀 还不轻 这皇上一琢磨呀 以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 去参加大战 反倒拖累了前方的将士 于是就传旨 让太子和三阿个印旨 来到前方的行宫当中 把皇帝接回到北京 皇上的意思是说呀 这样父子三人 其乐融融的回京啊 也好缓解一下 皇帝没能参加大战的尴尬 这太子来到军前以后啊 皇上就发现 太子对自己的病情啊 既不担心也不伤心 和平时一样是谈笑自若 哎 这老皇帝哪受得了啊 这兔伤心哦 这老皇就琢磨了 这孩子怎么一点孝道都没有啊 得了 你还是啊 自个儿先回京吧 省着我呀 看见你烦得很 哎 打这会儿起啊 这爸爸心里啊 就真有点腻为这个儿子了 到了康熙三十六年 康熙皇帝 为了警告一下太子 就处置了几个太子身边的人 不过这老皇帝呀 还是挺给太子留脸的 处置的 无非是一些伺候太子 饮食起居的内臣 康熙说呀 这些人利用自己的植物之便 能够随意出入太子的寝宫 一来二去的 把太子啊都带了坏了 具体的事情啊 虽然没说 有传言说呀 这些人为太子私配春药 并且安排外父留宿宫中 皇上想啊 这样是不是太子就收敛点了 不过这应仍呢 倒没把这些事当回事 还是我行我素 继续的和自己的党旅 迎迎狗狗 太子不但向国库借钱肆意挥霍 还指使所额图买官欲绝 这所额图啊 甚至还穿对个太子 穿明黄色的衣服 用皇帝的仪仗 这些事啊很不幸 传到了康熙皇帝的耳朵里 老皇上心想啊 既然这样 干脆给你点厉害的瞧瞧 就让那内务府啊把所额图圈禁了 这一不小心的来了个干脆 又给圈禁死了 这下子应仍可是真害怕了 这父子的关系啊 从此降到了冰点 这应仍啊 更是每天昏昏噩噩 干出了不少混蛋糊涂事 对自己身边的侍从啊 乃至兄弟大臣们 说打就打 说骂就骂 有一次啊 甚至一脚 就把这四阿哥印针 给踹得晕死了过去 直接从台阶子上栽了下来 哎 这也就罢了 身边的奴才嘛 大不计啊 能算是你的臣 自个的亲弟弟 打一下就打一下 可是啊 他还有更混蛋的事呢 什么事啊 他把老师给打了 当时啊 汉连院掌冤大学士徐元梦 也不知道哪啊 惹了太子生气 这太子呢 一脚就把这徐元梦啊 踹到了河里 不但如此啊 捞上来之后 接着打 疯了 疯了 所有人都认为啊 这会儿的应仍啊 那肯定是失心疯了 其实啊 在今天咱们看来啊 那会儿的太子啊 就是极度紧张 所以啊 才导致他的脾气 秉性啊 怪异乖张 因为自所图坏事 以后 这太子呢 不知道自个儿的父亲 啥时候会对自己下手 也不知道啊 自己说错哪句话 会导致父亲 对自己下手 因为呀 这太子心里知道 无情罪是帝王家呀 挨顿骂 打顿板子 那是小事 哎 碎一万步说 废了太子之位 那也是小事 那没准保不齐啊 这小命就丢了 不过呀 咱们这故事讲到这儿啊 太子快解脱了 因为康熙47年马上就到了 这是个什么年头啊 嘿 这是个废太子的年头 康熙47年的九月 康熙皇帝从塞外围猎 回京的路上 这康熙皇帝突然下旨啊 在关外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地方 扎营铸臂了 为什么呀 因为当时啊 只有七岁的十八个允界 跟随着父亲出关为猎 这会儿啊 病了 病得很重 高烧不退呀 这小儿子一病啊 皇上很担心 所以不但中途扎营铸臂休息 还从京城急召来了御医 给允界看病 这皇上啊 急的是不行不行的 可是这皇帝就发现呀 太子啊 对兄弟的重病 毫无怜爱之情 该吃吃该喝喝不说啊 而且行为上还鬼鬼祟祟的 他就发现呢 这太子每天晚上啊 偷偷摸摸的 在大殿帐篷的缝隙当中 窥视他 说来呀是没什么 仔细想想啊 这件事情 还确实是挺恐怖的 您想啊 夜深人静的时候 皇上一回头 看见这帐篷缝那儿啊 有一只眼睛 仔细一看 是太子 正眨巴眨巴的 看自个儿呢 被发现之后啊 扭头就跑 这太子当时是怎么想的呀 我不清楚 这老皇上就认为啊 这儿子肯定是伺机行动 有意为他的同党 所额图报仇啊 并且呀 这老皇上就想起了 前两天啊 大个印之 向自己举报说 太子勾结匪类 有意为所额图报仇 皇上一琢磨啊 这不行这个 赶紧得想个招啊 回京 早点处理太子这事 不然呢 夜长梦多 让这小子试了腹 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康熙皇帝 历来孝顺 为了找借口回京 早日废除太子 康熙皇帝 竟然亲笔写信 让宫里啊 伪遭一封假信 寄到行在当中 就说呀 这太后病了 就在这个时候啊 这御医 又传过话来了 说这小十八允界 没抢救过来 因病 轰逝了 这康熙皇帝 心灰意冷啊 得嘞 以救以救吧 长痛不如短痛 干脆咱们就在这 解决太子的问题 于是 康熙皇帝传旨 命 三阿个印旨 七阿个印右 十阿个印额 即刻起身 赶赴行功 不可单言片刻 另由 四阿个印针 八阿个印字 再经留守办拆 就在九月初四 康熙皇帝 把俭亲王 阿尔江阿 为首的隋驾王公 大臣 侍卫 官员 召集到了自己的大帐里 把印人也捉拿到了跟前 跪在地上 然后啊 就是自己痛哭流涕 隶属太子的罪过 比如说呀 这娇奢淫义 凌冽群臣 蒙蔽圣聪 末世兄弟 乃是生儿克母 几十年的陈芝麻烂骨子 全抖了了出来 说他痛心之处啊 竟然伸出手来 左右开弓 抽了自己十几个大嘴巴 看样子 这太子啊 是真伤了老皇帝的心了 当皇帝说到太子 偷窥自己的时候啊 康熙说 当时我发现你偷窥 我就想啊 用枪直接把你刺死 可是啊 又念及父子亲情 最终还是没人下手 若此不孝不仁之人为君 其如祖爷和 哎 废 今天啊 朕要废太子 得 这位储君应仁 做了33年的太子 今天啊 被废了 不过这应仁呢 并没有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今天啊 天不早了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精彩故事就在明天 敬请期待 太子应仁 二次被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